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我是小段段燕熙 今天讲什么成语呢 今天讲成语叫做跋山举顶 出自于史记 项羽本记 我们都知道项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那他从小呢书读的不好 因为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 那他从小是跟着他叔叔项羊长大的 他们身为楚国的贵族啊 项羊就想 我得让我侄子出人头地 于是从小就让他读书 但项羽不喜欢读书 书读的很差 项羊就问那你想学什么 项羽说我想学极箭 那好吧 就让项羽学极箭 但后来这极箭学的也不好 项羊就生气了 他把项羽叫到跟前说 我们身为楚国的贵族 不能让祖上蒙羞 我让你读书 你读不好 我让你学极箭 你也学不好 那你以后想干什么呢 项羽说叔叔 我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你读书成为书呆子 如生 干不了什么大事 学极箭嘛 学得再好 只能对付一个人 项羊说你想对付多少人 项羽说叔叔 我想万夫莫敌 项羊一听嘿 这小子挺有报复 那好吧 我让你学兵法 学军事 项羊想 让项羽学兵法 学军事 将来如果能统帅三军的话 那也算是万夫莫敌 就让项羽学兵法 但后来这项羽学的兵法呀 也不算太好 潜尝辙止 他就这么一个人 但项羽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据说他力大无穷 二十岁的时候啊 就能把千斤顶给举起来 这个古代的金粮啊 跟现代不太一样 比现在小一点 但这千斤顶啊 换算成现代的公斤 少说也有四五百公斤啊 那也够重的 那项羽要身在现代啊 参加奥运举重比赛 那肯定是冠军 后来项羽跟着他 数一数项羊起义 那可说是所向披靡 但后来跟刘邦交战 不行了 被韩信设计困在该下 无可奈何 只能跟他的爱妾 鱼姬饮酒道别 道别的时候 唱了这么一首歌 就是项羽说 我的力气能够把山推倒 我的气势能够拢到全世界 但是无奈啊 时局对我不利 我有宝马 我跑不出去呀 我跑不出去怎么办呢 虽然最后还是杀出了重围 但是不免在乌江边 拔戒自闻 后来 拔山举顶的成语 就这么流传下来 它原本是指项羽力大无穷 但到后来 也可以指人 身强体壮的意思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